郭英成主席 蔡嘉湛主席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很高兴出席由新岛新闻集团 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 暨台湾区融合论坛 粤港澳台湾区人口8600多万 生产总值超过1.9万1美元 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习近平主席今年在广东省考察时强调 要使粤港澳台湾区成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是现代化的引领地 经历三年疫情后 内地今年的经济逐步恢复 上半年按年增长5.5% 但经济复苏依然面对外部和内部的需求的挑战 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做出政策调整 着力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扩大内疏 提信心防风险 国家经济规模大 任性强 短期的波动 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 同时 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下一阶段的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些新发展 为香港带来更多机遇 和源源不绝的发展活力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拥有背靠祖国联统世界的独特优势 特殊政府 全力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金融 双帽 航运 和专业服务等领域 贡献代化区建设 同时通过强化 创新科技等新兴领域 为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上星期 中央公布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提出共30项措施 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 规划提出三大发展定位 分别是 以构建 深港科技创新 开放合作县岛区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高地 二 建设 建设国际先进科技创新 规矩检验区 营造高度开放的国际化 科研季度环境 三 形成越港澳大湾区中期 转化极具区 为大湾区建设 中央大湾区 我们将继续 就是深圳市政府 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 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 深圳市 已经连续七年居全球第一 这次深圳发行的债券 包括绿学 男士 和今年首次发行的 社会责任债券 阻力香港建设 国际可其数金融枢流 让香港继续 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连统大湾区和国家 与国际间的投融及供求 各位 香港与其他大湾区城市 地缘先进 存起相依 过去几天 超强台风 苏拉 吹息华南沿岸 香港 澳门 深圳 珠海等 大湾区城市都做好预案 充分沟通 索性没有做成重大选项 香港特区政府 将继续推动 定力新的越港澳丹湾区 紧急应变行动方案 为区内构建 更全面务实和系统化的 紧急应变行动机制 进一步提升大湾区 联合处理 蓄顾的能力 我鼓励在座各位 正商界翘楚 继续携手合作 推动大湾区 协同发展 为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 推动发展战略 为国家高智能发展 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道 作词 by 孝京